章岚在直播的时候又谈到孙子孙女了 章岚在直播时有网友问他孙子孙女过了好吗 章岚并没有正面回答 随后有网友问他怕不怕大S新老公对孩子不好 章岚直接霸气放话光图他敢 说这番话的时候章岚看起来有些力不同心无精打采 但是在谈到孙子孙女的时候声音就变大许多 说完后章岚还是忍不住叹口气 说到还是不说家里事了 状态看起来十分令人心疼 虽然外界对于章岚争议很多 但他对孙子和孙女还是很好的 卖货时候也不忘给他们准备礼物 听到孙子孙女的声音就开心得不得了 如今孙子孙女有了后把 章岚会担心也就不意外了 不过目前来看 距今也性格温柔 私下对大S也是爱护有加 获得了一众好友的认可 想必他在当爸爸上也不会令人失望 但S本人把孩子也教育得非常好 所以章岚和王晓菲真的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